高雄登革了疫情爆發 高雄市政府希望向中央 爭取防疫經費 但高雄市新聞局長王淺秋指出 行政院不僅沒有正面回應 還批評高雄市提出的公文 缺乏內容 王淺秋特別拿出前幾年 申請成功的案例 反駁行政院說法 不過郭老師在十三號的行政院會上也提到 疫情發生時 中央主動聯繫了高雄市 並且把原定七月財合播的補助款 提早合播 高雄市在六月五號申請的補助款 疾管署也是在六月六號馬上合播 並非沒有回應 高雄要求一千零七十萬 中央也已經在六月六號叫合播 那我舉這個院長的回應為例 只是要告訴各位 每一項韓市長提出的要求 院長都非常清楚的 以日期跟金額一一的回應 登革了疫情意外成為在野黨 執政黨雙方角力 高雄市政府強調 面對登革了疫情 希望能和中央攜手合作 而中央也強調 如果高雄市把手上資金都用完後 經費還是不夠 可以再向政府申請補助 原則新聞 那麼多高雄市採訪報導